雷射切割鋼板正式开启建造轻型巡防舰防空型的原型舰 海军与中信造船签约 预计打造轻型巡防舰防空型 以及反潜型两艘原型舰 17号上午举行开工典礼 总统蔡英文 国防部长邱国正等人都特别南下高雄 见证第一艘国造轻型巡防舰的开工 我们持续迈向国防现代化 轻型巡防舰的顿位小 建造旗程段 可让我们海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减少主战舰的耗损 在兵力运用上也更具有弹性 由中信建造的轻型巡防舰 全长约115公尺 宽约15公尺 标准排水量约2500吨 满载排水量3000吨 具备防空反潜以及水面作战等能力 可搭配现行主作战舰 可有效应应中共灰色地带袭扰 强化联合制海战力 比15年前的任务更重要 政府对我们这个产业有信心 我们也要有做好的决心 期待我们三年以后 再次能圆满达成这个任务 防空舰原型舰预计在2026年完工交舰 因应两岸局势紧绷 国舰国造一棒接着一棒 要互助我国的造舰能量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也宣示海军捍卫台海安全的决心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